Yahoo人氣關注組 你們好嗎?又回到Yahoo人氣關注組 我是你們的人氣關注組組長伊林 下星期一就是Halloween 你們有沒有準備好什麼漂亮的Costume 去扮鬼扮馬呢? 唉…我就未想好了 你覺得我扮Q好些還是Wild好些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好了 談完閒緊又是時候回到Yahoo人氣關注組 Yahoo人氣關注組每個星期都會照著 Yahoo手沈器入面不同關鍵字的搜尋次數 同大家看看今個星期十大 最有人氣的娛樂手沈關鍵字 今個星期有哪個藝人上榜呢? 我們現在立即去榜看看吧! 李佳心RD雖然最近沒什麼出現在幕前 但他都不是沒事做的 見他IG間都會share些漂亮漂亮fashion相片 還要全部都是國際級的品牌 最近還出席了美妝活動 果然吸金力仍然都很強勁 除了化妝、穿得漂亮漂亮的造型相片之外 Ali還一點都不介意share他素顏想證的生活相片 網民競爭他零化妝都漂亮到瘋了 一點都看不出下個月就踏入四字頭了 除了漂亮之外 Ali起IG寫的文字都很高質的 他經常都跟網民分享他的生活態度 果然是氣質女神 他上個月還自編自導自演 為世界腦退化症日製作宣傳片 雖然劇作方面就暫時沒有作品出街 但已經有未來的藍圖 現在維持好好努力 大家都要好好期待 第八位 羅文全城演唱會 第七位 廖子瑜 第六位 蘇晴取消關注 第五位 梁韻瑜泳衣 第四位 曾崇雅 第三位 十八歲 鍾二 第二位 任凱晴 Jasmine 任凱晴以黑馬姿態 起聲夢傳奇異 拿了冠軍之後 人氣好像坐火箭一樣 IGFollower已經有差不多三萬人了 無線對他似乎都寵愛有加 除了安排他去不同的節目到現身之外 還找了Eric Kwok和陳喚仁兩位重量級的音樂人 為他量身訂造出道歌 聽說首歌已經錄製當中了 相信很快可以出街面世 當年嚴明熙都要兩個月才有自己歌 看來任凱晴分分鐘可以破施這紀錄 做最快出歌的聲夢歌手 第一位 新衛星被逮捕 不知今次的Yahoo十大熱話 有沒有你們search過的明星藝人呢 我就有了 李佳新、羅文演唱會和任凱晴我都有search過的 不是怎樣做足功課 每個星期跟你們數榜 除了要用Yahoo搜尋器search 你想看的人氣熱話之外 還要記得我伊林 還有還有還有 在影片下面給個like 再share出去就完美了 Yahoo搜尋器 隨時隨地都可以search到你想看的人氣話題 下個星期哪個No.1由你們決定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Ya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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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o